大家好,我是林志伟 欢迎来到健康清泉 今天咱们聊的这个是 我敢说10个用手机的朋友里有9个都会遇到 特别是咱们天天都离不开的那个绿色聊天软件烂语 用着用着,手机就莫名其妙变卡了 想拍个照,下个APP 它老是跳出来提示你储存空间已满 那个火气啊,撑一下就上来了 你费老大镜去清理相册三不用的APP 结果发现地盘站的最大的那个钉子户 往往就是LINE 点开一看,好家伙 三四十个Gb是家常便饭 我见过最夸张的,足足占了六十个G 手机一半的空间都让他给吃了 所以今天,志伟就专门来对付这个空间吞噬者 手把手带你给LINE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大瘦身 而且我跟你保证,用我的方法 根本不用你忍痛删除那些珍贵的聊天记录 就能一下子腾出几十个G的空间 让你的手机箭步如飞 再站好几年 在开始之前,志伟想请大家帮个小忙 如果你也正在为手机空间不足发愁 或者你的LINE也像个贪吃鬼一样 站了几十G 请在评论区打上释放空间四个字 给我一个回应 也麻烦你动动手指 给健康侵权点个关注 或者按个赞 这对我是最大的鼓励 也能让更多和你一样的朋友 看到这个超实用的教程 好了,客套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上映货,首先咱们得摸清楚 这个LINE到底把我们的空间偷去哪了 很多朋友想不通 说我就平时聊聊天 发发文字 怎么就能占掉一部小电影的体积呢? 其实它占空间主要就四个大户头 第一个就是你日积月累的聊天文字记录 你别小看这些字 你一天跟家人、朋友、同事、群组聊下来 几百上千条轻轻松松 一年365天 这个数据量是很可观的 第二个是那些五花八门的贴图和表情包 现在聊天没图都没法开口了 一张图不大 但你存了几百套 几千上万张 加起来就是个庞然大物 第三个也是最凶狠的一个 就是各种媒体文件 什么是媒体文件? 就是你收到的 看到的每一张照片 每一段视频 每一条语音消息 特别是视频和原图照片 一个就可能几百照 你看过 它就默默住进你手机里了 第四个可能很多人没留意 叫做快取资料 也叫缓存 这是LINE 为了让你下次打开聊天室 看图片更快而临时存储的东西 就像你家的临时垃圾桶 方便是方便 但从来不倒 它也会堆成山 那咱们怎么给自己的LINE 体检一下 看看它到底有多胖呢? 志伟教你两个方法 一清二楚 第一个方法 从手机本身来看 如果你是苹果用户 找到你桌面上的设置 点进去 找到通用 再点进去 你会看到iPhone储存空间 点开它 手机需要扫描一下 你稍等一会 然后你就在下面 那一长串APP列表里 实际往下滑 找到那个绿色的LINE图标 点一下 那个惊人的数字就会跳出来 可能是5G 也可能是50G 第二个方法更精细 我们直接到LINE肚子里去看 打开LINE 点右上角那个小齿轮设置 然后找到聊天这个选项 点进去 再往下滑 找到一个叫删除资料的 别怕 点进去不是马上删 它是先给你看账单 进去之后 你就会看到一个详细的分类清单 快取占了多少 照片占了多少 语音占了多少 文件占了多少 一目了然 通常照片和文件就是那两个最大的胖子 看到这个数据 你心里就有底了 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减肥了 好 病因查清了 体检报告也出来了 接下来 智伟就教你几招减肥手术 咱们从最安全 最无痛的开始 第一招 也是智伟最推荐你经常做的一招 就是清理快取资料 咱们就停留在刚才那个删除资料的页面 你看第一行通常就是快取 后面跟着一个数字 比如1.8GB 这个快取 就是我刚才说的临时垃圾桶 里面全是加载过的图片 网页的临时文件 把它清掉 对你的聊天记录 你的贴图 你保存的任何东西完全没有影响 它清掉的纯粹是垃圾 所以你可以毫不犹豫的 点击它后面的清除按钮 一点下去滑 那个数字瞬间归零 你的手机空间立马就多出了实实在在的1.8GB 这种感觉特别爽快 这个操作 你每个月甚至每个星期都可以做一次 安全无副作用 就像给手机洗个脸一样简单 那清完了快取 空间还是不够怎么办 看着下面照片占了20GB 文件占了15GB 是不是心痒痒 想直接勾选 然后删除 智伟在这里要大声喊停 千万忍住 如果你在这个总的页面 直接勾选照片 然后点删除 那将是一场灾难 因为它会把你在LINE里 所有聊天室 所有联系人发来的照片 不管是你想留的宝宝成长照 家庭聚会合影 还是工作重要截图 统统一次性 永久的删除掉 早都找不回来 除非你说我LINE里一张照片都不想要了 否则绝对不能这么干 那有没有既安全 又能精准删除这些大文件的方法呢 当然有 这就是智伟要教的第二招 也是今天最核心 最有效的一招 叫做按聊天室精准打击 我们回到删除资料那个页面 这次不要看上面那些分类 你的手指直接往下滑 滑到最底部 你会找到一个按钮 写着医疗天室删除资料 对 就是它 点进去 这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全新的列表 上面是你所有的私聊和群聊 而且最棒的是 它是按照占用空间大小从高到低排好序的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那个罪魁祸首 通常可能是一个几百人的活跃大群 或者是一个天天晒娃晒美食的家庭群 也可能是一个用来传工作文件的工作群 你一看名字心里就大概有数了 比如前公司闲聊群占了八个季 或者某宝优惠群占了五个季 这些就是我们的重点瘦身对象 具体怎么操作呢 比方说 我点开这个占了八个季的前公司闲聊群 进去之后 界面会显示这个群里详细的数据分布 照片占了多少 视频占了多少 文件占了多少 这时候 你就可以进行外科手术时的精准清除了 如果你确定这个群里的图片 视频文件全都是过去式 没有任何保存价值了 那你就可以单独勾选照片 视频和文件这几个选项 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动作 请你千万不要去勾选最顶上那个所有聊天记录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删掉占地方的脂肪 媒体文件 而不是删掉有价值的肌肉文字对话 只要你不勾选所有聊天记录 你们在这个群里说过的每一句话 所有的文字信息都会完完整整的保留下来 勾选好之后 点击删除 系统会再跟你确认一次 你点确定 刷的一下 这个群里的几十个季的图片视频就被清空了 但你们的聊天记录还在 你想翻看去年某天聊了啥 照样能看 你就用这个方法 把列表里排名前五 前十的那些空间大户 聊天室 一个个点进去检查 把没用的广告图 过期的工作文件 乱七八糟的表情包缓存都清理掉 我敢说 光是这一招操作下来 你腾出十个季到二十个季的空间 是轻轻松松的事 有的朋友可能要说 至伟我手机已经快满了 LINE占了五十个G 我一个一个群去清理 太花时间了 有没有更痛快 更彻底的办法 有 但这招是终极核弹 威力巨大 副作用也巨大 使用前必须做好万全准备 这招就是卸载LAN 然后重新安装 它的原理很简单 你把APP整个删掉 它里面所有的数据 包括缓存 垃圾 聊天记录 图片视频 都会一起被清除 等你从应用商店 重新下载一个全新的LAN安装上 登录你的账号 你会发现它变得非常苗条 可能就几百兆 空间一下子全回来了 但是 智伟必须用最严肃的语气提醒你 这招的最大风险就是 如果你不做备份 你所有的聊天记录都会灰飞烟灭 彻底消失 所以 如果你想动用这枚核弹 必须严格遵循一个前置动作 备份聊天记录 在卸载之前 打开LINE设置 进入聊天选项 找到备份聊天记录 选择备份到iCloud 苹果或Google Drive 安卓 一定要等到它显示备份完成 并且确认一下备份的时间 确保无误 然后 你才能放心的去卸载 等你重装好登录时 系统会问你要不要恢复聊天记录 你点恢复 这样 你的文字聊天记录就能找回来 但是 请注意 这个备份 通常只能恢复文字 你聊天室里曾经的那些照片 视频 如果没有提前保存到手机相册 或者已经过期了 那就永远找不回来了 所以这招是双刃剑 能给你最彻底的空间 但也可能让你失去一些数字记忆 如果你觉得那些老图片视频无所谓 只在乎聊过什么 那在做好文字备份的前提下 这招确实是最快最爽的 除了这些治疗方法 智伟还要教你一个预防的绝招 这也是今天标题里说的关掉它的秘诀 很多人手机空间被快速蚕食 最魁祸首就是一个隐藏功能 自动下载 你想想 是不是经常你还没点开朋友发的图片 它就已经自己下载好了 这个功能默认为你开启别人发来的原图 高清视频 它自动就给你存进手机 日积月累 你的空间就被这些不请自来的文件塞满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掉它 怎么关 在LINE的设置里找到照片和视频选项点进去 你会看到自动下载照片和自动播放视频这两个选项 我强烈建议你把自动下载照片关掉 或者至少设为仅在WiFi环境下下载 把自动播放视频也关掉 这样不仅能省空间 还能帮你省下不少手机流量 关掉这个功能 就等于从源头上掐断了垃圾文件 自动流入你手机的管道 效果立竿见影 再分享一个好习惯 看到重要的照片文件 别懒 养成随手保存到手机相册或云盘 比如Google相册 iCloud的习惯 别把LINE当成你的永久储存箱 因为LINE里的文件是有保质期的 时间异常或者清理了缓存 就可能打不开了 你保存到自己的地盘后 就可以放心的把LINE聊天室里的 那个原文件删掉 这样既保住了重要资料 又给LINE减了肥 一举两得 最后 智伟给大家总结一下 今天的全套LINE瘦身健康操 第一步是 整用两种方法查清LINE的占用情况 第二步是轻缓存 这是日常保养 安全无痛 第三步是精准瘦身 利用医疗天室删除资料功能 专挑那些占空间大的群组 纸删媒体文件 保留文字记录 这是效果最显著的核心步骤 第四步是终极重置 也就是卸载重装 但切记一定要提前备份好文字聊天记录 并接受可能丢失媒体文件的风险 最后 别忘了关掉自动下载 这个预防绝招 并养成随手保存的好习惯 手机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LINE是我们联络感情的桥梁 把他们打理的清清爽爽 就是给我们的生活扫除障碍 希望今天志伟在健康清权 分享的这份超详细指南 能真真切切的帮你解决 存储焦虑 夺回属于你的手机空间 如果你觉得有帮助 请务必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身边 也在抱怨手机卡顿的家人 朋友 帮他们也一起瘦瘦身 他们一定会感谢你的 证人玫瑰 手有余香吗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健康清权的林志伟 如果你按照我的方法 成功清理出了空间 欢迎回到评论区告诉我 你腾出了多少剂 有没有一种特别的成就感 也别忘了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关注一下健康清权 点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我以后带来的更多 让生活更健康 更轻松的小秘诀了 我们下期再见 反观点 不是